好,接著我們正式開始來探討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那我們想要來著重的部分是這個GoTo還有相關的流程控制 所以包含說像SwitchCase、Continue、GoTo這一系列就是Continue Break這一系列這種西元的規範 這些東西呢其實乍看很簡單,但是其實過程中有蠻多複雜的一題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在SK7D裡面有一個漫畫,這漫畫你可以看到說它這個使用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在很多城市開發者其實免不了要面對一個嚴肅問題就是整個城市的流程 尤其是隨著這個歷史的轉變,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畫面中你可以看到說最右邊 這個漫畫其實很有意思,最後沒有看到這個恐龍被過去這種過往的城市馬壓倒了 然後在1968年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短文 就是一篇這檔文是迪克斯莎的一個經典的一個論文,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到這篇,這篇是在1968年,然後這1968年基本上這個標題寫得非常的有意思 這標題也算是整個資訊科技工業的蠻經典的這個命題類型 這個命題類型的說什麼呢? 說這個go to,go to statement,concele the comfort 所以就是說這個濫用go to很可能會導致非常可怕的城市馬 所以比方說像什麼城市馬,像這種類似義大利麵的那種城市 就是糾成一團的這種城市馬 那除了這以外呢,也導致整個開發,如果濫用的話 濫用go to整個維護上的困難 然後這篇呢,做完之後很有意思 就是說這邊提出來之後呢,在1987年 又有另外一篇叫什麼呢? 叫做go to conceal humble 這件事呢,又被認為什麼? 認為是有害的 那這個concele humble 你可以注意到呢,甚至在wikipedia上有個專門的詞條 來講這件事,很有意思 最早就是在這個 Dicastra裡面的這個經典的一個報告 然後接著回應 然後這回應之後呢,又還有回應 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喔 這個 可以看到說這個Frank呢 Frank Robin呢,他寫的是 這個go to呢,被認為有害 認為是這樣 認為是這個觀點,有可能是有害的 然後呢,接著呢這個Dicastra在同一年 也是在1987年 Frank寫的時候是在3月 然後Dicastra在回應的時候是在5月 那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這件事 就是說Frank講的這件事呢 又是認為有害嗎? 後面加問號,這很有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篇呢,其實寫得非常有趣 所以你有看到這個經典題型 這個呢,基本上就是說呢 那一開始呢,這個Dicastra教授呢 他就說呢,他不是直接回應喔 不是直接回應說 前一篇這個Frank的那個言論喔 那只是他想要借題呢去探討喔 就是說,實際上在過程中呢 原本Rubbin的那個分為Rubbin的方法是什麼呢? 事實上他認為說 GoTo呢,如果你可以善用它呢 可以帶來一些效益齁 然後Dicastra呢,他就直接說呢 他就是分幾個層面齁 他就說,從它裡面的這個程式碼齁 你可以去對照看一下 簡單來說,他認為說很多操作本身是來自什麼? 來自...流程上喔 那...過程中呢 比較有趣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他就開始分析喔 這邊開始很浪漫喔 就是說,這個教授用數學分析喔 分析什麼的 分析說,事實上 在寫法上呢,有一些化解的機會喔 然後,當然 在原始這個... Fank的觀點是說 善用溝通是可以縮減的喔 那再來,不要搞錯一件事喔 就是說,事實上Dicastra他不是說 GoTo應該完完全消除掉 而是說,有很多等價的形式可以寫出來喔 所以他特別提出這個觀點 好,我們再繼續 嗯...接著有一篇很長的這個... 很長的這個...討論喔 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喔 這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StackOflow上的一個討論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討論非常的... 非常的多喔 然後,當然就有不同的觀點喔 那當然,儘管這個已經被關閉了 但是還是很值得去思索喔 就是說,隨著這個時代的發展喔 當然我們要回想一件事喔 Dicastra他提的時候呢 事實上是在1968年喔 那...當時的這個程式語言呢 呃...很有限喔 甚至你可以知道說我們... 今天講這個主題就是西元 事實上西元在那個時代還沒有發展出來 西元一直到1972年 才有一個...早期的版本 那...當然後來西元一直到19... 1989年之後呢才這個標準化 嗯... 好...然後... 在我們... 深入來看GoTo之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有一個MistarC MistarC是在... 車用...車用的軟體工業裡面呢 特別提到一個規範喔 就是說... 呃... 當然一開始是針對車用的喔 所以他前面有個... 那個Mistar那個M是表示這個Moto 就是表示那個... 車子喔 然後後來他也被... 擴展到很多領域喔 像是這個... 旁態電信啊 過防疫道設施鐵路這種喔 就是說這一類非常關鍵喔 那我們稱為叫Mission critical 就是說這個是說這個... 嗯... 這個任務本身喔 它可能會導致這個... 如果在沒有妥善規劃的前提下 可能會導致不可挽救的錯誤 好... 在MistarC裡面呢 它其實寫得... 很明白喔 它直接什麼呢 有... 有兩個甚至是直接規範說不能用 一個叫GoTo 一個叫Continue 好... 但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可以用Break 所以在Switch case可以... 搭配用Break 好... 在... 過程中呢 好... 當然Wire裡面也可以用Break 好... 嗯...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Mistar 那Mistar就是... 剛剛... 剛剛提過了就是說 在這些工業喔 尤其是非常有... 非常... 關鍵的工業裡面呢 它提出來規範 那MistarC呢 當然就是在這個... 工業的規範裡面呢 去... 聲明... 西元的開發 該怎麼做 好... 那事實上你可以追溯到1988年齁 那1988年齁 規範的127項規則 那其中呢 有93項齁 因為要大分都是強制要求 那其他呢 34項是... 規範 建議的規範 在... 2004年呢 就發表... 第二版齁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說 我們一般來說這個MistarC呢 一般來說就是講這個... 2004年的版本 然後這個... 這個... 電子書呢 可以在... 網路上可以去存取到 好... 那這個就是跟你講說這個什麼呢 代表說這個... 這個... 西元用在這個... Quickle System裡面的這個... 嗯... 使用的一些... 要求 好... 然後... 嗯... 事實上這個有在... 修訂齁齁 就是第一次發... 發布是在2004年 然後後來在08年 重新發布 就是... 修...修...修訂 然後這相關的這個... 文件呢你可以... 呃... 就可以自己存取到 最新的是2008年的9月 那裡面呢 寫了非常... 非常多規範齁 你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形式都是那種... 所謂準則... 準則式的規範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嗯... 嗯... 好... 那就... 他前面就講到這個... 西元作為這個工業... 工業規範呢 那事實上... 開始在1989年 然後當然最新的規範是... 2011年 但是過程中呢有很多... 規範呢 在工業上呢 尤其說在... 嗯... 我們知道就是... 像是一些近態分析啦 或是說從安全角度很容易... 讓開發者在沒有... 良好規範的情況下 人可能會寫出... 被疫情的程式嘛 所以... 在MISTAR C呢... 就是規範說... 就給一個更... 嚴格限制 所以... 他知道一件事是說... 所謂的MISTAR C呢... 它其實是C語言規範... 就是... 本質上還是C語言... 但是再加上一個規範... 所以它... 它是C語言的一個子集合... 好... 然後... 再搭配一些什麼... 再搭配一些... 明顯的一些要求... 比方說在MISTAR C裡面... 直接規範說... 呃... C語言的這個... 動態集體管理... 必須要怎樣... 必須被... 抑制... 好... 或者是說... 要被控制到一個... 培接收範圍... 好... 所以... 事實上在MISTAR C... 直接跟你講說... 應該要用... 靜態集體配置... 而不是動態的... 好... 注射出這種...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裡面呢... 就... 有一點呢... 就講到什麼... 就講到說... 要不要勾吐... 好... 看一下就是... 呃... 事實上還有一篇文章呢... 就講說... 講說這個... 就是... 這個是... embedded.com上面的那個... 一篇短文喔... 那... 如果你之前沒有看過... embedded.com的文章呢... 你可以... 嘗試去訂閱喔... 那這裡面其實寫得非常好... 就是... 它有發現說... 有非常多工業的這個... 先進喔... 它就是... 工業界先進... 他們就是... 會能... 多年的經驗在上面喔... 這個... embedded.com... 那... 其中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裡面呢... 就是有提到... 提到什麼呢... 就是... 要怎麼寫出... 嗯... 問題較小的程式嘛... 好... 其實事實上呢... 就是... 有一些規範... 好... 那麼... 我們底下引述... 引述的裡面有五個原則...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在... 西語言來講的話... 有非常多... undefined behavior... 所以在... 你所不知道西語言裡面... 我們有一個... 單元... 在講說... 去... 帶著大家去... 閱讀... 這個... 規格書... 好... 然後... 下一個觀點是什麼... 就是說... 規格書你會發現... 很麻煩的地方是... 裡面有很多... undefined behavior... 然後... 所以這個... 比方說像這個... 這個就很經典... 像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閱讀過這個... 西語言規格書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是undefined behavior...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J++... 這個J++呢... 它的... 作用趨勢... 就是它的這個... 作用什麼呢... 就是說... 呃... J++... 作用的時候... 時候呢... 它要... 回傳這個J... 然後最後呢... 就是... 最後J... 內含值... 就是這個... 變數J...內含值... 會一增... 那... 問題呢... 因為在西元來講的話沒有規範說 比方說有兩個 兩個 參數的情況下呢 我們到底是要先處理左邊還是處理右邊 在西元來講是沒有這個規範的 所以這個很麻煩的地方是說 我們很明顯看到有兩個perimeter 但是這兩個perimeter j也好 j加j也好 它的順序會影響到j的值 所以在事實上在西元來講的話 這是沒有規範的情況下 可是沒有規範呢 好玩的地方是 在這個所謂的undefined behavior 事實上編譯器還是會怎樣 還是讓你編譯程式 那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很多程式開發者會以為說 我編譯器沒有回報錯誤 那應該是正確程式嘛 那所以在西元規範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非常多的undefined behavior 而且隨著這個西元版本的演化 這樣undefined behavior會越高越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個程式開發者很容易搞錯 像這個東西就很經典 會把assignment跟比較 容易把它搞錯 所以這個很多時候搞錯 把它混用的時候呢 事實上編譯器呢 頂多丟出一個警告 然後在很多開發者 事實上這樣 他都沒有注意到 那當然錯誤就兩成了 那再來是 我們要考慮到很多這個 西元的編譯器呢 事實上它的品質呢 也是很不堪 所以他這邊提到 就是像很多8051 單晶片的這個編譯器 好那裡面呢 就有很多這個 那個CM上是 沒有那麼直接 但是他其實會 他隱含錯誤 那當然這個也是 程式開發者 其實沒有注意到的 好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事實上呢 在很多知性時期的錯誤本身呢 其實 西元編譯 以及語言的規範 事實上沒有去聲明的 所以比方說像邊界的錯誤 好像你一個 你配置1024個byte 但是你真的用到第1025 1027這樣的 這個byte呢 說能不能用呢 事實上在編譯的時候呢 可能什麼事都沒發生 好 所以這個 在MISRC來講的話 他就想要去把這個 西元移植的問題 當然西元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是說 西元是假設大家是一個 成年人 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是電腦主人 所以你想要存取 超過範圍 你硬要做呢 西元是沒有 沒有阻擋你的 好 那當然 這樣是很值得 爭議的地方 畢竟這個 西元 它其實 其實你可以看它 說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皮著高階語言 皮的 低階語言 甚至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它是 組合語言的一個什麼 一個包裝 那你要這樣 如果一旦我們這樣 朝這樣去思考的時候呢 我就想 當然有這樣的特性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方說我們可以開發作業系統 就像西元一開始的用途 可是真正 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有很多議題 是很麻煩的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話 所以事實上 在MisaC呢 它為什麼要禁止 GoTo 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因為 在這個 車用呢 電子這種 它可能會做很多什麼 會做很多近台分析 然後在你所不知道 西元裡面來講話呢 我們有一個 就在講這個編輯期原理 以及最佳化 那這裡面有提到一些 靜態分析的一些機制 那這個機制呢 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呢還是很有限 像 GoTo 如果 很腐爛使用的話呢 很容易導致這個 在層次分析的時候 有可能不是我們預期的狀況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事實上如果說 你用的不是 單純的GoTo 你甚至用到 Say Jump Don't Jump 這在這個 乙系元裡面 就是 有一個 Say Jump 假裝你用到 Say Jump Non Jump的話呢 這一系列的函式呢 會導致更大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Say Jump Non Jump 它其實會導致 非常複雜的 這個程式流程 那當然這樣 對分析來講的話 也會導致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樣 MixR-C呢 直接規範說 不要用GoTo 好 但是呢 GoTo其實沒有像 想像中的恐怖好了 就是說 這個 我們 我們剛剛提到的議題是什麼 就是 在 從1968年代 就在西元上面發展之前呢 事實上 有 當時有很多這種 就像那個義大利麵一樣 一樣糟糕 我們說會叫 SpaghettiCo 這樣的一個程式嘛 所以這個 Dicastra教授呢 他就是 去提出了這個 提出說 使用GoTo 可能會這樣 會導致很多 維護上的困難 然後 建議我們少用 然後 MixR-C呢 直接把這個 GoTo拿掉 但是事實上呢 如果你可以善用 GoTo的話呢 你可以寫出 容易維護的程式嘛 所以 這句話聽起來 有點 有點 不直覺的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如果呢 我們不用GoTo的話呢 有可能會寫出很可怕的程式碼 我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然後 然後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呢 基本上很單純 他先把一個檔案打開 所以就是 它就像一個日字檔 好 那我們呢 用什麼 用這個 寫入的模式 所以我們打開之後呢 就是 寫入 好 那當然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們要求 打開檔案 然後設定成 模式式寫入模式的時候 這有什麼問題呢 有可能 第一個 這個檔案系統是 不能存取的 比方說 它是唯獨 Re-only 所以Re-only 你在Re-only的 這個 目錄下 或是檔案系統裡面呢 你硬要去寫入 當然它會出問題啦 好 所以表示你回傳個-1 表示什麼 表示失敗 好 然後 假設呢 這條路徑沒有遇到的話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我們可以距離前進 所以表示F-open 是成功的 好 那F-open 是成功之後 我們會想要大家輸出一些 訊息 所以比方說 我用F-puts 去輸出一個自竄 好 然後 輸出自竄的時候 也可能會出問題 前面是開檔成功 開檔成功 不代表說寫入是成功 好 比方說當時這個 檔案系統 或是已成的 虛用者是 尤其是這個 我們所謂的block device 它出問題的話呢 它可能會 正常還是失敗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 我們有個技巧 就是go2 你看喔 我就回傳一個 回傳池把它 指派成-2 好 然後 但是我不急著return 我是幹嘛呢 我先go2到out 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因為呢 我們可能會有個很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們記得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開檔成功 但是我是F-puts失敗 所以事實上你是需要怎樣 你需要關檔 好 然後 所以 而且我們關檔還要看它的型態 就是說 關檔它的狀況是怎樣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我要講話呢 我可以知道是關檔時候失敗 所以呢 如果是關檔時候成功 那我回傳的東西是什麼 是-2 但是呢 如果是關檔失敗 我可以回傳-3 好 那通理呢 我們不管在哪裡失敗 我都可以用這種模式 好 那你可以去思考 如果我把go2拿掉 要寫出等價的程式碼 會長怎麼樣 辛苦 記下那個流程 要先off open off open之後呢 我中間做這個打個操作 所以如果說的是F-cause 好 那我最後呢 用F-cause 去 去呼叫這個函式 好 但是呢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你們看一下 這個流程很麻煩的 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改成這樣 乍看呢 是好好的 對不對 就是說 我現在不用go2 然後我用一個 用一個 R-1-T去判斷 可是呢 這個這樣的程式碼 是 是自由 是 寫起來有沒有 就很麻煩了 你要一天到晚一直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說它現在 現在是什麼狀態 好 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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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東西 這個原本呢 我可以做得很單純 但是來講的話呢 我要一直去判斷那個 判斷那個數值 好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更麻煩了 這個例子是怎樣 就是說 假設呢我們常常會有一件事 就是它是前後相依的 好 假設呢我做第一件事 叫做DoSomething 然後後來加Init 好然後 Depail 然後呢後面做什麼事 所以如果說呢我們今天用一個GoTo的話 我可以這樣數 注意看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東西是有什麼 有順序的 所以你看喔 我的第一個錯誤呢 我GoTo1 注意到這個 L1 擺的方位置 然後L2 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L3呢是在這裡 注意到這個技巧的寫法呢 就是這樣呢 你看喔 這上面呢原本這個錯誤是 1 2 3 好 然後呢我這個 這個狀況呢 其實反過來 好 就是 它的善後狀態是3 2 1 好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溝度拿掉的話呢 我當然可以寫出一個程式碼 但是你會寫出像這樣的程式碼 這樣的程式碼 其實這樣 就沒有像上面那麼簡潔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很麻煩喔 你看喔 這個程式碼我需要好多個衣服 為什麼需要好多個衣服呢 因為你看喔 這個東西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好 所以你看 你這邊寫出來程式碼呢 如果你要做幾次 失敗的考量點 你就要多加幾個衣服 否則你沒有機會 處理到善後 好 所以我們為了要處理到善後 你可以到三層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呢我這個 總共要處理事情有16件事的話 那你就是16層的這個 if這個什麼 if的statement 好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可怕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來講話呢 我們本來原本有機會把它寫得好好這樣寫 但是 因為我們要把溝通拿掉 你反而寫出這樣的程式碼 好 所以有時候呢 你不用溝通 也寫出更快 寫出更可怕的程式碼 然後 基於這樣的想法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去查閱Linus核心的這個程式碼 因為發現很好玩的事情發生了 在GitHub上 這個你可以上用這個程式碼搜尋 那你可以發現說 在Linus核心裡面呢 有高達什麼 有13000次的這個GoTo 被使用到 所以它GoTo的風格也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 它地方都會有這個 都會有一個 散後的程式碼 散後的程式碼 散後的程式碼頻段 然後呢我失敗 我就到這個散後 就像這個 就是我有一個Fail 然後我就後面有這個散後 所以你會讓GoTo人多次 會GoTo相關 或相似的這個Label 那這個的話就是 就像剛才那個什麼 Ever的One to three 這種類型 然後 如果說我們看一個 稍微單純一點的例子 在OpenBSD OpenBSD的這個HTBD HDD 是什麼 HTB的Sherber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WebSherber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幫大家精簡的一般程式碼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整個實驗案例 那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Function 大家看看有什麼 這個有個 這個有個 輸入數字叫 這個變數名字叫LEN 我就去比對 所以如果說它的 LEN 小於2 意味著它採取走1 可是2的話呢 我就幹嘛呢 就變成這個失敗 然後再來是過程中呢 來去判斷什麼 判斷說這個host 這個名稱 那除了這個操作呢 你看如果呢 不符合疫情呢 我要到什麼 到這個fail 那同理呢 有其他狀況 不管是處理到什麼狀況 只要失敗 就這樣 就是會跑到這邊來 所以發現這件事有點像什麼 下水道 就是說不管呢 你這個雨水 你講一件事 就是雨水也好啦 或者路上的一些什麼 路上的一些層 塵埃啦 或是一些髒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不管它從哪裡來 那最後處置的時候呢 就是 反正我 我自己講 這個雨水 那雨水在倒面上呢 大陸上它會 它會導致這個 下一天 其實它是很 如果你沒有那個 排水道的話 這很大問題 但是排水道 偉大的地方就是說 不管你從哪裡開始 反正它最終都有一個 它會把這個水 推理起來 所以這就是要 下水道風格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你如果可以善用GoTo呢 回想一下剛才講的例子的話 善用GoTo的話 事實上可以讓這個程式碼變得更 有機會可以做到更簡潔 然後當然 我們來 當然我們還有可以思考 其實有很多的那種程式呢 怎麼去用 所以你可以查 查閱一下這個Likipedia 他就會跟我們講這個 講這個GoTo 常見的這個 常見的這個 應用的一個模式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讓程式碼更好閱讀 就是像剛才講的 例子 我要考慮要散後的程式碼 所以我與其用一堆 if else 那還不是怎樣 用GoTo 因為你可能要考慮的條件很多 一般來說 如果你考慮的條件只有一兩個 那用這個 else 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你要考慮的case 變得很多 那其實這個 潮狀的這個ifelse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就是 善用過度的話 可以讓這個程式碼更好得悟 然後再來是 很多時候程式碼有這種 如果重複的程式碼 一般來說像是 這個 散後程式碼 可能會遇到這種事情 再來是什麼呢 如果你要去實作一個狀態機 像我們剛才講的一些狀況 其實它本質上就是一個狀態機 狀態機 狀態機的話你會想要去思考一件事 它從AD就是狀態 一直到B 所以其實它本質上就是GoTo 然後呢 它可能在某個地方一直打轉 那當然也有可能怎樣 也有可能在 AD跟BD之間 這個狀態移動 這叫做呢 我們看一個例子 對不對 這邊狀態有可能從Lock 從Lock到Unlock 當然有可能下一次的case還是Unlock 然後當然Unlock之後呢 它有可能回到Lock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State Machine 來講的話呢 其實最直接的一個實作方式 就是用GoTo 當然不是說這個不用GoTo是做不出來 一定也做不出來 只是怎樣 其實反而變成很麻煩 除了這裡外呢 就是 事實上還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呢 因為GoTo的行為其實跟底層 就是底層的這個組合員 還有絕大多數的這個 Isa 就是指令級架架架的話 這個GoTo也是可以對應的 所以事實上你要再跟其他語言 如果你在細語言 用到Java 或者Java你願意用到細語言 Java你願意用到細語言 要用這個J9 Java Native Interface 其實最直接的一個處理方式 就是什麼 就是用GoTo 好 然後 再來還有什麼呢 再來還有一些 有些這個機制 像這個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Break Continue 其實很多所有人 我可以把它轉換成 GoTo 也可以變得 有機會更直接 當然最多的情況下就是這個 例外處理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探討這個 RAII 好 然後在我們看到這個例外處理之前 我們來看一個狀況 事實上 如果你可以善用GoTo的話 不只是可以提升 這個口渡性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那個例子 事實上還有可能這樣 還有可能去讓程式執行更有效率 好 這個點也有免許 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提到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要去實作一個虛擬機器 一個Virtual Machine 這個用實作一個Virtual Machine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要 一個Virtual Machine 它其實可以很單純 就是我們實作一個質疑器 假設我們今天所資源的這個 Bycode 總共有7個 就是比方說停止運作 比方說 避增值 避減值 有乘法 有除法 加法 減法 所以 基本上我們今天實作一個 什麼 計算機 以計算機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們實際上定義了什麼 定義7個Bycode 好 然後定義7個Bycode 事實上 我們就想要如果這個虛擬機器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 它就是從機體裡面 補取 Bycode 補取Bycode之後我們去判斷 所以 事實上我們就是用 Spitch去判斷 換到這個程式碼 然後我們每次用 ToneCounter就是加加 然後表明什麼呢 我就是 假設我在前的位置 假設叫0 那我已經執行過 那我下次就從1 再下次就2 好 一直一直在推 去執行 然後呢我們有個 Fire1 一個無窮處理圈 除非呢我遇到什麼 我遇到這個停機 除非我遇到停機 或者這樣 我應該怎麼 繼續執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來講的話 已經很容易去實作一個 有能力做 加減撐除的一個什麼 治理器 所以其實開發虛擬機器 沒那麼複雜 可能問題在哪裡呢 這件事呢 基本上是 執行起來是很多效率的 好 所以事實上呢 在有些編譯器呢 比方說GCC GCC呢 做一個東西呢 叫做什麼 叫Computed GoTo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GoTo 可以去的位置呢 它不是一個Label 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 GoTo的時候呢 我們前面這個冒號 那表示Label 那但是呢 在有些編譯器呢 比方說GCC 它可以允許呢 你GoTo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跳到某個位置 注意到 這件事呢 跟底層的這個ISA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對應的 在大部分的ISA裡面 基本上都可以允許說 我可以GoTo指定的地址 好 那當然也有指定的這個片量 就是說 有些架構 比方說像 Intel架構呢 它可以指定說 我到絕對位置 或是我到一個相對 相對的位置 好 那不管怎樣呢 基本上在這個 以本領的extension來說的話 我可以去 跳到指定位置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把 剛才那段程式碼 改形成這樣 注意到 我這邊改形成這樣 就是我先把 我先把 要做那些加減乘除的操作 一些Label 先寫好 所以注意到 這邊就是Label 好 注意到這邊有Label 好 然後 乘 除 好 然後呢 所以 我要 之前說呢 就是怎樣 就是去查表 注意到這件事有趣 我查表的時候呢 我就去 去查什麼表格 查這個叫做 Dispage Table 那 Dispage Table 上面就去記載它的地址 好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本來呢 每次的switch case就是 你不想要是 它 它是一堆的 但是呢 我現在等一下 省下來了 好 所以我外面還是有一個 壞有 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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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內部的時候呢 而且是多數的OP code 我就變成Dispatch 好 好 來看一下可能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依據這篇說法呢 事實上也一樣 他發現說 這個 做了底下這個調整的時候呢 壞了25分 跟switch 相比的話 好 然後事實上呢 這個包含python 這個cpython的這個 cpython表情 用c原c做的 python的這個 執行環境 好 這是最典型的 實作 那當然 python有很多不同的實作方式啊 你甚至可以用python來實作python 然後想說這個東西要拍拍 拍拍 然後就是你用這個 這個實施的很神奇啊 就是你用python 去實作python的這個 interpreter 用python去實作python的compiler 好 那當然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不是來講這個 這個部分啊 就是說 像cpython也有這個技巧啊 所以它可以快 用了這個competego2 然後它是 它可以快版是15到20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 那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是 這個competego2呢 是 GCC的 extension 好 所以在GNUDE extension裡面呢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labels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label 當作這個 當作 數字 好 這個是很直接的事情 就是 只是說 那個 標準系列裡面 是規範 好 不過有很多 很多 很多compiler都有支援這個機制 好 那支援這個機制 好 那支援這個機制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在執行時期呢 去 計算 計算說我要 偷偷到哪裡去 好 然後 甚至我們要去實作這個 像 justinterncompiler GID compiler 好 要實作這個 GID compiler的時候呢 這也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好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 justinterncompiler 他要在資訊時期 這樣 然後能夠輸出程式來 所以 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就需要 我就知道說 資訊時期 有個machine code 是 位置在哪裡 好 然後 所以 所以 在這個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很單純 就是用這個 就是原本 一個這個符號呢 表示什麼 address of 那兩個的表示 把這個label label的assess去灌 那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子放 這個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剛才提到一說 在用computer go to 去取代原本這個 這個switch case 為什麼可以快板支 15%到20%呢 這個我們可以從兩個範圍來看 一個叫bounce check 另外一個是branch prediction 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個 系列的探討這個 叫做現代處理器 這個有特別提到這個branch prediction 好 然後 在switch case來講的話 你可以想說switch case是什麼 它也是一個 這個 預反它 所以它本質上它就是這個 if else 這樣的一個變形 但是呢 它裡面還是有去檢查 比方說什麼 default case 所以 因為compiler在 即便遇到 蜥蜴語言的這個程式碼 它沒有這個 default的話 還是會合成跟 default case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因為switch case 你要想要一件事 我們之後會去探討 switch case它本上還是 就是一堆的這個if else 這個if else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你會想到它其實有非常多分支 那非常多分支呢 會導致什麼 會導致CPU的branch predictor 沒辦法很精確地去計算出來 因為不管怎麼做呢 大家有可能會這樣 有可能會猜錯 好 那猜錯呢 又跟處理器有關 在早期的這個pandent inail pendant branch predictor 如果是猜錯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代價值很大 當然隨著這個CPU的進步之後 這個bandent predictor呢 它可以越做越精準 但是不管怎樣 這個還是終究是個成本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用compete的構圖 善用它的話 可以提升效能 那這邊如果 我們可以給大家一個 更詳細的一個應用案例 這應用案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虛擬機器 我們稱為叫fullstack hello 為什麼這個東西叫fullstack hello 這個 這是有梗 這個梗是這樣 就是說在 我已經忘記多久前了 可能是一年前吧 可能當時就遇到很有趣 那時候就在講說 一堆在找這個fullstack engineer 然後說還有聽說有人去北京開課 開這個很厲害的 然後 迷力雙鬆 其實蠻好的 以這個軟體工程師來講 這其實也 也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出路 好 然後後來呢 又有人開課的時候呢 開得很厲害 總之就是說 號稱三個月可以讓 完全沒有背景的 瞬間學會 這些技巧 而且可以掌握網頁前端跟後端 讓大家把一個完整網站做出來 聽起來很厲害 好 但是以我們搞這個系統的人 總覺得哪裡不怕死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今天做的東西不只是一個網站 是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設定一個 直接做一個什麼 直接做一個CPU出來 當然做一個CPU彈很容易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比較單純的 先把虛擬機器 Virtual先做出來 所以我們先去定義什麼 定義自己的指令集 然後寫Assembler 甚至可以輸出這個EOF的這個指令檔 所以這個EOF也是Linux BSD 還有很多作業系統 所採用的這個指令檔格式 這邊來講話就是 講說怎麼去實作一個虛擬機器 所以我們先到這邊來講 我們就定義自己的指令 所以像這個加減乘除 然後還有等到來說 當然說這可不可以 Dwise的操作 甚至還有就是JType 就是一系列的分支 當然也可以做韓式呼叫 那所以這邊來講話 就可以看到說 這事實上就用到什麼 就在前面那個Compute Go To 那如果你對虛擬機器有概念的話 這個事實上就叫什麼 叫Preted Code 那底下就講到說這個東西怎麼去運作 那這個也有程式 我們可以把它抓下來看看 我們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探討 就是 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Do Fire Duo 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個東西在很多程式碼放 Linus更常見 這個東西的存在 很有意思 就是說很多人都看到 這個Do Fire 然後 Duo 對不對 所以FIRE的條件這樣 完全不問滿局 所以事實上 這個程式碼 好像這段程式碼 事實上這樣 它只能執行一次 好 那執行一次的東西為什麼不把它拿掉呢 或是說把它改成這樣 對不對 你看這個東西 Stop不就一樣嗎 好 你去思考一件事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為叫做Dingling Else 這個它要預防的狀態是Dingling Else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假設你今天有這樣程式碼是這樣 就是以某個條件 然後FOR 還有FU 有B 好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FU 改成這個 改成這個Maker 乍看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這個Maker展開的時候是什麼 是展開 展開這一段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因為 我們這個 扣Function 這個也好 大也好 或是說上面這個FU也好 它事實上應該是什麼 應該要跟它全力全的 但是呢 過程中呢 有可能會這樣 會導致這個 不對稱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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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所以 避開這個Dingling Else 好 那 所以我們 我們在實作過程中來講的話呢 這是一個方式 好 所以它是一個進入次 好 然後接著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 前面有提到這個RIII 好 那這個RIII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開發風格 好 這個 這個是在西原 好 要不要西家家 西家家開發的時候呢 當 當初這個西家家的一個開發者 發明西家家的這個 這個 西家家支付 好 那它當時在 開發程式的時候呢 遇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 事實上 因為西家家是站在西的基礎上去開發 所以很多時候西原的一些限制 西原的一些 一些 不盡理想地方呢 有這樣 也被繼承到 然後 所以後來它 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用一個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這個 resource acquisition is initialization 就是說 當我這個存取那個資源的時候 然後 然後我就等一下 我就確保說 它可以 配置 那一旦我不用它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去施放 那這個具體怎麼實做呢 在西家家的來講的話 你知道西家家的這個物件有 有 constructor 有destructor 所以它三個 有 constructor 跟destructor 好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 在 西家家 就是 Ii是很常見的一個機制 那對應到這個 我們程式碼的 西原程式碼 大概就是這種風格 比如說 我們今天做一個操作 有可能A B C 好 然後呢 就像我們今天提到的 我們今天怎麼做呢 A 失敗的話 就到這邊來 然後 B的話呢 就可能R A 然後 如果是C失敗了 可能R B 所以接下來就這樣 就會有這個 類似的操作 好 但你不用勾兔的話 會很麻煩 不用勾兔的話 你會寫得很恐怖 你會去散透 會一直寫下去 好 然後 這樣的話就是說 善用勾兔的話呢 甚至 甚至可以 不只可以提升這個可讀性 甚至可以用 包括Maker 來 來包裝例外 我們來看一個 看幾個例子 好 然後 當然 用西語言來講的話 這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上面有語法糖 好 所以很多人推崇西家家 是因為有語法糖 這就要很小心 就是說 我們今天不是在比較 西家家跟西語言的優劣 遇到我們這個主題要轉 你所不找西語言 所以我們講西家家 只要當個對照 在我的認知上 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花太多時間 去比較 語言本身 畢竟很多時候 我們第一個 我們身邊都選了 好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的 程式開發 往往都是站在 既有的基礎上 好 比方說像Android程式版 Android程式版 基本上現在很可怕 都是上一行了 好 那這個貴眼已經大到 我們已經難以想像的境界了 所以 往往呢 我們選擇程式語言 是原本它用什麼語言 原本它用Java 好 那我們之後擴採先用Java 好 頂多呢 我們用Jenai 好 再用西家家 或者西語言 去擴充 一部分的模組 但是本身上還有Java 或者說 你這個 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已經選定用西語言 所以你麻煩啊 你當然只能用西語言開發 好 所以我今天這個講座呢 其實要講的觀念 不是說 如何挑選語言 因為很多時候沒辦法挑 我們應該是怎樣 如何把語言 寫好 今天用西語言 去把語言寫好 今天用西家家 去把寫好 就像很多同學都會說 老師我這個英文不好 但是說真的 你說你英文不好 你很誠實 是很好 但是問題是什麼 難道你中文就好了 你講了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中文 難道你中文掌握度就很好嗎 你寫的文章就有人看嗎 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重點還是在掌握度有多深 然後回答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講RIEI 用西語言來做RIEI 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段程式 叫做RIEI隱西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配置支援的時候呢 像剛才講到RIEI隱成 我在配置支援的時候 要能夠怎樣 自動去做這個善後 所以這段測試碼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看到這個寫法 就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你看後面力大的clean up 那就表示我配置這個支援 遇到失敗情況下 我就講的這個semophone 就是這個share memory sackey fire medoc 或是一些通用的這個 所以比方說我們來看 這個東西怎麼寫 你可以跟他說 我一開始操作的時候 然後我就這邊來 然後再來什麼 那是share memory 那這邊是share memory的處理部分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sackey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處理狀況 好 再來是file 這裡是file的狀況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西元來講的話 不是不能做RI 就是這樣 需要花點時間去把這個東西配置好 那當然這件事有點麻煩的 所以 在有些系統來講的話 就會有些地方 封裝 一個包裝 好 像這個sackey 就是它就提供一個高階的一個高階的處理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邊說明 它直接支撐叫什麼 叫high level c 好 它把西元呢 把它這個程式提升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韓式庫文很有意思 它讓這個西元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做到 嗯 物件打項 可以找到做到 Prinnovism 然後你再可以定義 你的Interface 甚至定義的Constrator 跟Distrutter 這更酷的地方 你還可以做什麼 Rabbit Collation 另外處理 甚至還可以做到Reflection 好 那這裡面呢 就把很多那個操作把它包裝起來 好 你可以看到這寫程式的時候呢 很好玩 就看起來就很不像西元的 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還是它有New 好 這New完之後呢 那你發現這個東西不Delete會怎樣 很有趣哦 其實這個東西它可以自動回收 所以這裡面有 可以在裡面取到非常多這個 西元開發的一個技巧 就是怎麼去包裝 怎麼去處理 好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休息到8.53 好 那我們再繼續 這樣剛剛提到的就是II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II的就是在配置 就是我使用物件的時候呢 所以我就要確保說 我做了適當的這個資源配置 那西元呢 是沒有這個依法堂 就是那種 西元上確保很多依法堂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再用妥善這個規劃 可以做到II的開發風格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 像 Bins Come 他怎麼做到這種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個是 Share Memory 就是在AML底下 就是Share Memory 那這段被擴充了很多次 你看他這開發紀錄 就是改了 改了非常多次 好 然後這段程式碼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在GoTo 好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呢 講說 這邊 有這個Ino的 Accounts block 好 然後這樣是什麼 就是 就是 所以失敗情況 然後就 GoTo 好 然後再繼續看 好 那這段程式碼稍微複雜一點 好 這個 這個在做這個 就是這個Page 然後 Page的操作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中間有很多操作呢 比方說 你看到 這邊失敗狀況 好 有沒有這個Ino的啦 或是 另外的 Cage的配置問題 好 反正不管什麼錯誤情況呢 他就這樣 就是這樣 溝通下去 你可以看到這好多 好多不同的Case 我全部都 就 跳到這個 跳到底下這個Drop 好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 關鍵地方是什麼 這個Drop 然後 然後 他就像前面講的這個 下水燒的風格 所以在這個Linux Kernel 有非常多的 可以看到 光是這個 shm.c裡面呢 就是s 這個shm s shm em 好 所以這個shm 就唸起來滿面 好 下面呢就有什麼 就有90個 90個公路 下水燒風格 好 接著我們來回頭 檢視這個C元的規格書 在C元的規格書裡面呢 就是 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C的 C元的規格 它是 ISO IEC的規格 ISO IEC的規格 的規格書呢 完整版的這個規格書 基本上都是要付費的 但是呢 在這之前呢 有一個叫Community Drive 它就是 可以讓公開檢閱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在C標準出來之前呢 有一個東西叫 ISO IEC 9899 然後 20EX 就表示 是 還沒完全標準化的 好 這個是公開可以檢閱 這個我們今天 分個寸取資料就是 公開的資料 好 那如果說呢 你去找一下 裡面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個 GoTo的秒數 看一下 在150頁 好 在150頁呢 可以看到說 它就訂了很多這個 不同的Statement 然後 那這邊是規範到哪裡呢 是規範到這邊 所以講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 Label 那Label呢 基本上像這個SquatchCase 裡面也會有這個Label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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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加 換號就是Label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GoTo 好 那GoTo的 是定義在這個 6點 6點8點 6點8點 6點1 6點8點 6點1 6點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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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1 6點8點 6點1 6點8點 6點1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就是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 它的這個 在系統的規格書其實有提到這個 那你可以告訴我它的分類叫什麼呢 它叫做 Jump Statement 它的基本上有幾個類型的 叫做 Go To 一個 Identifier 事實上在前面有提到 在 GNU Extension 來講的話 它的 Go To 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一個地址 我通常就把 Label 當作一個地址 當作這個位置來看待它那個數值 那這邊除了這個 除了 Go To 以外呢 事實上還有很多 Jump Statement 像是 Continue Break 還有 Return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西語言來講的話 它就是 都是叫做 Jump Statement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行為 這東西叫什麼呢 叫 Unconditional Jump 所以它的跳躍是無條件的跳躍 注意到這邊的這個術語呢 它叫做 To Another Place 它不是任意的位置 實際上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比方說以西語言來講的話 西語言規範說 Go To 事實上不能到處 Go To 你要 Go To 到哪裡 你只能 Go To 到指定的這個 就是在一個 Function 內 這個規範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西語言讓你隨便 Go To 的話 這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這個你所不知道西語言 我們有一個韓式呼叫篇 其實有講到這個 Function Code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一下齁 是 蝴蝶蝶蝶蝶蝶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底層還是底層的 ISA 比方說我們底層的 ISA 是用這個 Intel 架構 64 架構來做示範的 S8 660 的話 我們基本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Function Code 是有去有回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需要做什麼事的 我要把 比方說從 A 呼叫到 B 那我進入 B Function 的時候 我在這之前要做好準備 比方說的時候 我把這個 Return Address 然後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在這個 Function 本 它有一個 Local Data 我這個也要配置好空間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讓你可以任意 Go To 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可以任意 Go To 的話 事實上你看 我們本來 Function Code 的時候 都有維護這個形式 那如果說 你可以任意 Go To 到其他 Function 在我沒有做好這些處置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破壞到 Return Address 我是不是會破壞到裡面的 Stake 或是破壞到相關的 相關的 Function Local Data 所以事實上在希人來講的話 為了要避免這種狀況發生的 就做了一個調整 所以它實際上是有限制的 限制什麼 限制只能在 在這個 Function Body 裡面 好 然後 所以注意到 它的寫的是 Another Price 那 Another Price 是在講 同一個 Function內 而不是到 溝通到任意的形式 那在希人的規格數呢 裡面它有提到這個 我剛才看到這個 它其實他們有提到一個案例 所以我們把它敲出來 來看一下它的案例 那案例其實 基本上就已經講到說 這個 它的這個使用的作用 好 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 好 比方說這個 我要開始要做這個初始化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個 Pot to 這個Label Label呢 去做這個 然後就是做一些初始化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因為我們初始化不需要 不想要做兩次 所以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有可能會有時候 都需要做 重新做初始化 如果這個是 要發生的話呢 我就可以做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在 西元裡 GoTo其實往往的 大部分情況是為了 做這個 有什麼控制 而且更多的時候 是做這個 例外處理 好 那如果說我們不做 剛才那個處理的話呢 好 像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這種狀況 好 就是這種操作 會遇到目前更早 是遇到一個官檔例子 那你可能會遇到 什麼 遇到這個 MemeLeak 或是ResourceLeak 所以有GoTo 一個 很好用的狀況 那這邊再繼續 用這個 Python 好 我們講的是 11元10座的Python 的執行環境 這個叫做CPython 用CPython的這個 10座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 好 這例子是說呢 在 西域Python裡面呢 事實上它有 物件 這個物件當然是遇到什麼 就是 Python物件 的西原表達方式 好 所以這邊來講 會有個東西叫Test OBJ 然後把這個 操作把它包裝起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一樣 也是前面下手腳風格 現在放到這個 不知道我發生什麼 我這個狀況 做完了 好 就勾住到了 一下這個Done 好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過程中呢 講說我這個convex 我要去建立 但是我建立 失敗的時候呢 我用個NOW來做判斷 好 然後勾住到這邊 好 好 然後 一樣 如果說我的Message傳遞 傳遞這個 有問題 好 可是我的 我的物件 操作有問題 就勾住到Binary 所以你們就看到這件事 如果你學過Java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 這東西跟那個TryCatch Java TryCatch 好 非常像 來就是這種D-Mine處理 看一下這個相關的測試 好 所以這個TryCatch 基本上就這樣 就是說 我呢 不管怎樣 先去嘗試做某些動作 好 那基本上會會 有例外全空爬撐 好 比方說 檔案開啟失敗 好 那 這是一種例外 那一旦有這種例外的時候呢 我就進入到Catch 好 再來是什麼 我要寫錄 寫錄檔案的時候也失敗 好 那這裡有另外一個狀況 或者是處理 好 然後最後呢 最後呢 最終最終 我就做完3號 所以你看 剛剛那個程式碼 其實就像TryCatch 只是說 11元 應該給你100 但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好 所以就像這個 好 有一個康律 或是Match的失敗 好 那我就 下水道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本質上呢 他就用什麼 用這個GoTo來試過這個 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嗯 AII 然後 有一本電子書很棒 叫做Modern C 然後Modern C呢 他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去規範 就是 就是 對版 他在 就是 用 比較 全面的方式 就是 不知道怎麼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實在 太經典了 它是一個很電子書 然後更新的平板 這本書呢 我在兩年前看到 然後 這本書一直有更新 你聽到說 這本書已經更新到 最近的更新是 今年的四月 好 然後 他的書呢 他的風格很有意思 他有很多路 這路就是什麼 他就提醒說 你在城市開發 要關注哪些點 他都用黃色特別版 跟你標 標起來 那在這本書呢 裡面 提到很多規範 就是很多這種 思考點 所以 例如說 比如說 泰克拉 或是這個 自信時期的 考量點 然後 你怎麼去 當然西元的這個 西元的這個 基體的東西 像指標 這個操作啦 然後 然後再來是 Scope拉 甚至還有考慮到 效能上的議題啦 那邊 讓編繫器 去實作更 更多的這個 更多的這個 最佳化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 你所不知道西元來講 的話 我們有講這個編繫 跟這個最佳化的原理 其實也有提到 這件事 那這本書呢 就更 確切的 就把這些細節 所以這個 這本書大概 兩百多頁 這兩百多頁 基本上寫得非常細 就是 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聲明 所以 你如果覺得說 西的規格書很難懂的話 你可以 對照看這本書 所以它這邊總結 是吧 跟GoTo有關的規範 注意到呢 所以 Label跟GoTo呢 希望你這樣 它只在這個 城市的那個範圍內 就是 韓式的範圍內 有效 然後呢 這個GoTo呢 也只能跳的吧 跳到同一個 Function 的Label 然後 再來是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就是說 我們在做 初始化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 Label 像這個 像今天西元 這個書提到的例子 但是你要很小心 所以 你 不應該讓這個 初始化的過程中呢 它被打斷 所以比方說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如果要做初始化呢 就要把這個 把這些碼放在這邊來 然後 中間呢 不應該再塞其他Label 那我們講 GoTo之後呢 我們要講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SwitchCase 那你會覺得 奇怪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的侵入點 叫做GoTo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講的 整體來講的東西 叫做 流程控制 那很多流程控制呢 它的非常 非常不直覺 當然 就是因為不直覺才特別探討吧 不然怎麼叫做你所不知道的 新語言 我們來看看正在程式吧 好 這段程式碼我們要叫做 test.c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test.c 好 那這個程式碼呢 很單純 好 這個程式碼 它有這個 有 有switch switch 就是 sign cass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default label 好 然後我們來做 做一個實用 好 所以講座我們來定義它 好 定義 然後得到一個指定檔叫paste 然後我們去怎麼去用呢 我從這個程式碼可以拆得出來 就是 嗯 它如果是ARGC 是0的話呢 就是這個0 ARGC呢如果是1的話呢就是1 那當然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系列來講 執行是ARGC呢 等到你執行在paste的話呢 它就出現了 它就 它就 它就出現那個 這個 就出現1 好 出現1 好 它就出現1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有點趣味的地方是怎麼樣 就是 我們 如果去 去執行 那如果再代理其他的案例 像這個 好 1 2 好 那它就會顯示這個 顯示2 1 好 然後這個1 2 3 好 那個反過來順序 好 3 2 1 好 然後 所以 做做幾個這張實驗 完全 跟我們認識的 太大 1 1 2 1 2 3 3 2 1 好 然後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幹了一個 幹那個 你們如果認真看這個程式碼呢 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debug 等一下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呢 按你按0 好 意味著什麼呢 這段程式碼呢 它其實就是什麼 它就是 1 0 好 然後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大括號 然後這個 動起來 好 那我們再重新定義它 好 好 這時候呢 你會得到一個很奇怪的case 好 注意到剛才那個例子 好 剛才如果我們 剛才那個測試這樣好 case1 1 2 1 2 3 好 然後它就會得到1 1 2 1 3 2 1 4 3 2 1 好 一樣的東西我們再 再進去 好 注意到剛才的回傳是什麼 就是menu 好 然後呢這時候呢 有點問題 比如說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case 就是 就是 這過程中呢 它的這個 程式行為呢 就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menu 然後這邊有1 2 3 menu 所以顯然呢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程式寫法 什麼寫法呢 就是被這個 原本是 1 對不對 然後 後來改成 定義成名 然後變成1 2 3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你發現什麼事情呢 就是這個 switch case 的想像 就是 跟大家想像都不太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例子 我們要重新思考一件事 在很多人 來看的話 switch case 就是很基本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呢 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label label 所以這個label呢 本質上你看 我們在那個 GCC的extension 是什麼呢 就是 把這個label 而是什麼 而是value 所以本質上 在GCC來講的話 至少在GCC 這個label本質上 就是一個數字 它跟你講說 程式相對的位置 所以它只是一個 偏量 好 所以switch case 我重新看一次 switch case 就是說 我有一個什麼 我有一個跳躍 這個跳躍是依據我的 條件 所以條件在哪裡 條件在這裡 所以比方說 我的argc-1 這個條件 然後呢 我這個條件 所以我有很多 if else 那最後呢 我都決定到 跳到哪裡 好 所以比方說 它的argc-1 之後呢 得到是2的話 我就跳到這邊來 好所以注意到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是一個label label在GCC 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個B字 好 所以跳到這個B字 所以它本質上就是一個什麼 go to 只是前面先做比較 好 所以 不要搞錯這件事 好 再來是我們 我們注意到 這前面呢 我們這邊有個 這個macle叫pdg 好 所以就是 在很多寫 程式的技巧來講 我們會寫像macle對不對 好 那程式嘛 乍看沒什麼了不起的啊 對不對 這邊 這邊來講的話呢 唯一值得一體的 剛剛在哪裡 就是這個 不定數量的嘛 所以就要說我這邊有 我不管 我不管裡面帶有什麼紙 好從這個就這樣 我就把它 把它寫進來 這沒什麼特別的 好所以比如說 這邊有 不管是多長 反正我就這樣帶進去 好所以原本寫什麼 就帶什麼進去 好 但是困難要在哪裡 如果是if0 很多人看到if0 就會等下一次的 好 所以等下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程式碼 改寫 改寫 那玩玩就先等一個 就這樣 所以你看 我們把這個程式碼 改成這樣 好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編譯不了 等一下 可以編譯 可以編譯 而且我打開什麼 打開警告了 所以它完全 完全合法的吸引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一樣 會得到剛剛一樣的結果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這段程度 有確定在哪裡 這個 這一段呢 注意到 很有趣 所以 我們要注意的一件事 switch case 它不只是一個語法 本質上你要搞懂一件事是什麼 它就是 決定我跳躍的地址 好 那所以中間可不可以塞 程式碼 事實上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個if0 然後呢 這麼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絕對不能看到if0 就把這裡等著拿掉 不行 事實上這個地址還是存在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這個條件 對應到地址 只要是我的範圍內 我就這樣 很有效了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程式碼 表面像真的 真的是 這段程式碼呢 叫做switch.c 好 那我們先用一個 列舉 列舉什麼 列舉CMD 1 2 3 然後呢 我用type.phan 把它定義成CMD這個形態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什麼事情呢 我就輸入一個值 比方說我這個值是 列舉形態的這個CMD 好 我就再進去 好 然後 來看一下這個邊緣的邊緣上呢 如果我們把打開一些邊緣的警告 我們把警告示了錯誤 我們把警告示了錯誤 這邊 如果我們把警告示了錯誤的話呢 它會直接定價多少 這個 輸入的數值呢 注意到 這個形態呢 叫CMD CMD就是一個列舉 它列舉有三種可能 有1 2 3 但是你看switch case 它只考慮到兩種 所以它有第三種 所以它跟著什麼 它沒有第三種可能有列舉到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它可以順利邊緣過呢 很簡單 就是加一個 再加一個 再加另外一個 3 所以我們把CMD3 把它加進來 然後 然後 那我們把它加進來 再重去編一次 這時候就編過了 好 但是呢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呢 一樣 我們這樣子 好 我們再加 注意到這段層次吧 非常有趣 我們再加 然後呢 這是不是合法的 也是合法 好 然後呢 更有意思的地方是怎麼呢 如果呢 我們真的去把 這個3 拿來改的話呢 是這樣的 這個 CMD3 是會被執行的 所以注意到應該是 再次說明了 什麼 千萬不要看到 Ephelion 就是以為怎樣 是無效的 Ephelion是可以埋程式碼的 那什麼東西是完全無效的 是這個 前置處理器 所以這樣 這個pre-processors 它是怎樣 讓這個程式碼完全 就是因為它是在 嗯 7變異器之前 就 就處理的東西 所以如果 你要讓程式碼完全無效 那是要什麼 用Ephelion 所以 這樣才會讓 底下這個程式碼完全無效 所以看到 這樣的話就會出現 剛剛那個警告 好 但是如果把這個 pre-processors拿掉 而這改進就Ephelion 好 所以注意到 這樣的Case來講 它是貨真價值的存在 而且這樣 而且是 它是可以自行的 所以千萬要 要注意到這件事 好 然後 所以 懂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 所以這樣的東西 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身上可以 埋這個程式碼進來 這個 這樣的程式碼呢 基本上它也有一個梗 這個叫什麼 叫做 creeple creeple device 那creeple device 它是一個 一個 一個變形 那 這個 另外它的 真的變形叫dub device 那所以這個 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在這個裡面 買這個程式碼進來 那這樣的寫法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樣的程式碼 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真的要做最佳化的時候 你看 比如說我這個bbc 我這個debug把它變成零 那真的要做最佳化的時候 這個可以最佳化掉 好 然後 你又可以避免那個 錯誤的最佳化 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它就會找這個 label 好 所以這個 確保這個case 有些東西都會 存在 好 那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讓這個 很多人知道什麼事情的 就是說 很多人就看到說 如果if 0 就也是無效的 if 0 在很多時候是無效的 但是裡面如果有 label 所以注意到我們再講一次 enable 它是一個地址 而且這個地址本來是這樣 是有參照關係的 好 所以 我們用這樣的技巧 就可以去 讓程式可以這樣 就是 提醒編譯器說 我這個這段程式 可以 可以把它最佳化掉 然後 但是呢 又可以避免無效的最佳化 好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就好奇說 這個switch case 到底怎麼去使用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witch case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在 嗯 這邊有一篇 很有趣的文章 它是以這個 嗯 Microsoft Leader Studio 這個環境來講 所以比方說 你會看到這個 變成switch case 然後 這邊就是 每次進來 就有break 每次進來有break 好 然後 那 它做什麼事情 它就去把它轉成 組合員 好 那轉成組合員之後呢 它發生什麼事情了 咦 這個東西變成什麼 變成 就是switch case 其實在怎樣 它是一個表格 好 這個表格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來看一下 如果你對組合員沒有概念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邊 這邊有一個jump 對 那jump呢 你發現這個東西很好玩 jump來講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呢 其實是這樣 它是查一個 查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呢 是什麼來的 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ln16 這個位置怎麼來 它其實是什麼 它是個表格 所以實際上它對應到的這個程式碼 其實是這樣 就是這個表格 所以它把這個 勾處 其實它用查表 所以實際上呢 可以看到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我這邊有 1 2 5 7 10 11 12 17 18 它本質上是一個什麼東西 它是個表格 然後這個表格呢 我們知道整數呢 在lp64的這個 i lp64 或是lp64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這個 在lp64的話呢 這個整數是什麼 整數是4個 4個byte 也就是30多元 那所以我們今天整數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是 每個整數佔4個byte 所以我們就是查 它這邊在哪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來講switch case 它就會做成一個表 可以注意到 switch case 意味著什麼 第一個BA7會幫你做表格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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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便利器會是查表 所以completely go to Ganue extension 本質上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相當於是 提供那個低階操作的一個包裝 好 這個所以它就講說它的運作 好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寫得更詳細 講給人說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去試做 就是switch 然後這時候你們就看到可愛的什麼 可愛的一個 go to 也出現了 好 所以第一個來看一下switch case switch case 所以很多人就寫的時候 我已經要做break 好 那當然你可能會有一個疑惑 如果我只是要幹嘛 只是要 只是要if else 就是我把它變成if else 為什麼一定要break 好 在很多學習語言的人 都會沒搞懂這件事 為什麼switch case 一定要回去 事實上你可以把go to拿掉的 好 go to拿掉的話 怎樣 做完上面這件事 之後呢 做下一件事 好 所以想到 如果我把這個break拿掉 好 所以相當於是 0的事情做完之後就做1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注意到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呢就跟你講說 它的ID條件 好 所以事實上上面這段程式碼呢 玩玩圈就可以這樣 玩玩圈就可以展開成這樣 展開成這樣 這個 好 就是 展開成 這個 像 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改成這樣 然後這個 有什麼 有default 然後可以再放另外一段程式碼 所以 乍看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不要覺得很疑惑 因為 case 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label 所以 label只是標一個地址而已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以這段程式碼來講 它等效程式碼在哪裡 好 所以其實它就是 正應到等效程式碼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go to 好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程式碼來講 就是go to label 1 label 1 2 3 然後大概這個 什麼 有一個default label 好 所以事實上 上面都不完成的時候 它有一個default label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 所以 go to這個default label 做這件事 好 那如果是legal 0的話 做這件 好 然後這個 1 做這件事 好 然後再來是2 所以你看到 這個原本呢 原本這個 switch case 它就實作來講 它會變成什麼 變成潮狀的 然後呢 我們接著可以看一個見識 有個叫做 dupped device 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我這個switch case 不加什麼 不加break 如果不加break 可能有什麼搞破 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東西好玩呢 這是我們要來特別探討的技巧 好 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個switch case 你可以注意到 中間完全什麼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break 然後呢 這個程式碼呢 注意到 所以不要被這個東西嚇到了 注意到 這東西 就是標定它的地址 所以它真正有效程式碼在哪裡 真正有效程式碼 是右邊那些 度 然後做什麼 對程式碼 這個 這段 這段 還是什麼 wire 所以從頭到尾你做的事情 非常擔心 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 可是呢 這個東西呢 可以讓我實作什麼 實作 不同的一個行為 好 在分析這段程式碼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dub device 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 像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們把這個程式碼稍微改寫一下 好 然後 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注意到這邊有幾個看點 第一個什麼 第一個是 我的確也是有switch case 但是我每個case 我 我不要break 而且注意到一件事 switch case 其實 就是我這邊就做這個操作 因為發現很像 因為有沒有 有0的時候呢 會 印出case0 7的時候印出case7 好 一直都會這樣下去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在最後面呢 有一個什麼 有個wire回圈 注意到 所以這邊有個什麼 有個do 有do 有wire 注意到這個是dub device 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都是完全可法的西元 所以你們想要 這東西有點像什麼 像修辭一樣 就是那個語言來講 我們講的修辭學 就是講到這個 有這個 導裝具啊 有這個 呃 比喻啊 什麼手法 它也是用可法語 去寫的 好 那 這個 先編過 我自己看看 好 這段程式碼呢 就是 這次你要加 層數的情況下 那如果有一個層數 那 因素2 好 就ar77是2 然後它在哪 再來是 3個 4個 好 所以這個很好玩啊 就是它這個符合的case 4 3 2 1 好 然後如果我們回來看這個程式碼 就是 有一段符合條件的時候呢 我會把底下這個作文做完 好 那通理 如果符合7的時候我會把這個東西做完 好 你說這個東西呢 跟 呃 跟剛才這個程式碼有什麼觀念 你就思考一件事喔 我今天已經要做什麼事情 你看這段程式碼其實很像什麼 它其實就是在做manman copy 對 那manman copy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很麻煩 我們會在一個狀況啊 就是我們要做manman copy的時候呢 它只 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會以這個 我們稱為叫word copy 就是一次copy 比方說我的電腦是64位元的 所以一次copy64位元 好 這是很常見的最佳話技巧 可是我不可能 我要copy的字串 因為它的資料永遠都是64位元的 不可能 對不對 因為它可能是 呃 它可能是什麼 是前面 前面是 比方說它前面是 5個word 然後再加什麼 3個byte 5個word再加3個byte 那有一個大問題是吧 那你可能是不是要寫一大堆什麼 if else 如果是3的狀況 我就做13次這個操作 如果是4的話 你再寫4次 這聽起來真的很麻煩 但是如果說你有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 這個有這個技巧的話 你就不用再寫 所以你就 你就看到這個 這個概念的話 只要複合條件是3的話 我就 這個東西就做3次 同理 如果複合條件是1的話 我就做一次 然後好玩件是什麼 0的時候是什麼 0的時候就要是 一口氣做4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個duff device 就是一種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 往往就配合 跟記憶體操作這種 這種case下去應用 所以它就可以 大幅的這個縮減程式 來做duff device 好 然後呢 這個 在 cfaq裡面呢 如果網站很好玩 叫cfaq 然後它就會去解釋這個 解釋這個情況 所以 所以 就跟你講這個duff device 好 那所以 為什麼要回到這個西元規格 因為事實上西元規格 第一個 它沒有跟你講說 switch case 每個case要break 沒有 沒寫 第二個 第二個是switch case 來講 其實它裡面還是可以 它的那個label 只是標示 它在哪裡 它的 簡直上就是一個 就go to用的label 所以我就知道 go to用的label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好玩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就是從頭到尾就是看到語法堂 沒有看到本質 好 我們為什麼要認真 因為思考西元 我們要知道它背後的原理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這一次的講座 其實就帶著大家去思考 思考什麼 就是 在語法堂之外 真正的運作機制在哪裡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看到這個 事實上呢 這個程式碼 好 那當然也可以 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碼 好 這個i開始指派成7 好 然後呢就go to到 inside 好 然後呢這邊就是for回圈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欸 這個 就會從那邊 會從這邊開始執行 好 所以當然一開始印出來一次 當然肯定是7 好 那接著呢 又會到什麼 會進入這個for回圈的 這個 合法的單元 好 好 然後但是好玩 那叫什麼呢 它印出來的程式碼呢 其實是7 8 9 而不是1 2 3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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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為什麼呢 不是1到9呢 因為你看喔 它的成立條件是什麼 就是 它一開始的數值數值是0 但是我事實上等一下 我事實上我的數值是給7 好 我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就只有7、8、9 到10的時候呢 愛如果等10的話 就完全 就離開了 好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邊有什麼 這個 有一樣一個label 好 那這個label呢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42 所以它一下就這樣 不符合條件了 所以它只會印出一個第一次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這個重要的技巧在哪裡 我們可以去 像是說你看喔 我這個go2 搭配這個label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 改變 程式流程 你說 這件事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 我們之後有一個系列呢 會來跟大家探討說這個 整合debugger 但是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如果呢 我今天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我有辦法在執行實體插入這段程式碼 不然是插這一行 也是 或者插這一行也好 那我程式的行為就改變 我完全不用 就是 就說 我 就插這兩行 就是插這個兩行的嘛 42也好 還有go2也好 那我事實上 我就可以這樣 完完全改變這個 程式的運作 所以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你插入程式碼 跟修改程式碼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插入程式碼 比方說呢 什麼時候可以插入程式碼 你用GDB 或者這個debugger 它就 相對容易的去 插入程式碼 那但是修改程式碼就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程式碼是怎樣 程式碼是放在這個 程式碼是放在這個 晶體裡面 那其實它不讓你去插入 所以這個 就是有時候它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想要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執行時期可以 透過這個debugger去處理 那所以我事實上 可以改變程式的那個行為 那 當然這 這指一個比較小的一個議題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怎麼去善用 善用這個 就像剛才提到這個dub device 像這個 來講話 像剛才提到這個例子 這個meme copy的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沒什麼問題 但是要照一點遲 在21世紀 效率低的東西就是有問題 所以這段程式碼 畫面中這段程式碼最大問題 就是 現在電腦都64個元架構的啊 32個元也好 64個元架構 你呢 一次只copy一個吧 一次只copy一個cracker 對 一次只copy一個cracker 還是沒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去想怎樣 我一次copy兩個 或者一次copy四個八個 對 好 那你會洗得很麻煩對不對 對 像這樣 然後你寫這樣 對 就很麻煩 那如果是要一次copy四個呢 就更麻煩了對不對 你要一直在這樣子 就是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改 改成這樣 好 但是你還是要底下有個什麼 cg case 然後focus圈 這還是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成這樣的版本 好 就這樣啊 這段程式碼跟底下這段程式碼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你看到 上面的程式碼是什麼 switch case 再加for 然後呢 我們把switch case跟for 把它整合起來 把它拼起來 好 所以這個東西叫dub device 好 所以乍看的很奇怪 好 對不對 就是你看case 前面竟然有這個程式碼 但是經過剛剛解說 之後你就不 不意外 這個case 就是一個label label 你可以 到處可以標個label 好 所以 這樣子可以合成出一個什麼 做出一個dub device 這個機制 接著呢 我們來講個東西叫Kolutin 那Kolutin 出來之前呢 我們要講 有一本很經典的書呢 叫做 The Art of Compute programming 那這個是那個 高德納教授 Dano Nats 高德納教授呢 他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高德納 那這個 Dano Nats教授呢 他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太經典了 這個寫了 寫了幾十年 然後 裡面呢 提到一個東西叫Kolutin 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Kolutin呢 其實一群六年代就出現了 也就是說 當作業系統的理論 都還在發展的時候呢 就其實有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可以在 單核 或者在一個 相對單純的環境中 可以創造出一個 多工 比如說我 我就是 我其實不需要 做系統 我就可以做到多工 好 那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想法是說呢 我呢 透過這個 透過一些技巧 或者安排 原本是尋去執行 可以做出交錯執行的 這個技巧 好 然後 所以 來講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呢 你看 我們先忽略這個 怪怪的東西 先忽略這個 怪怪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 看得懂的地方拿來看 哪個地方是看得懂的 假設這邊 有一個叫 Useplay1 Useplay2 好 就比方說 你這邊來講過一個什麼 有一個 縫迴圈 無窮迴圈 一樣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無窮迴圈 好 所以 你可以想說 這邊有一個程式碼 有無窮迴圈 另外一邊呢 又有無窮迴圈 好 然後呢 我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擺進去 我再用一個這個東西 一直執行這兩個 好 那你會想說 這樣有個問題是嗎 那不就 當我在這個 Useplay1的時候呢 那不就是 無窮迴圈一直跑 那Useplay2 不就沒機會執行到了 事實上呢 有機會執行到 事實上 它的執行順序是這樣 是會讓什麼 Useplay1 Useplay2 會交出顯示 所以這時候呢 對我們來講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發生呢 什麼東西呢 咦 這個Core2 就好像 就好像 可以做出執行序一樣 所以呢 它的程式執行呢 像是什麼樣呢 像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程式執行 很有意思喔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的狀況 我們有兩個執行序 一個叫 Useplay1 一個叫 Useplay1 一個叫 Useplay2 我有兩個 兩個在程式碼 所以基本上它們都是 復活圈 快活圈一直在執行 特定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也一直在執行 好 可是呢我們執行的時候 我透過程式設計的技巧 去幹嘛 我就是 先跳到這邊執行 然後 然後呢 跳到這邊執行 然後執行到這裡 有時候我跳過來 然後執行到這邊 我跳過去 然後呢 我這時候怎樣 又繼續執行 然後這時候跳過來 好 我就繼續執行 直接到這裡 跳到這邊來 直接 然後跳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直接 再跳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我一直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就像那個什麼 編制一樣 就像那個 一個 字那個 綁煞一樣 我就是在 穿針影線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很有趣 就是說 我們分析 coding的其實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程式設計的技巧 好不好 我們再回來看剛才那段程式碼 那段程式碼呢 假設我們講做 叫做usefray.c 好了 我們把添加 usefray.c 再回顧一下 所以你看 這段程式碼呢 從頭到尾呢 只有名字叫thray 但它沒有用到 做usefray的什麼 pthray啊 什麼叫做usefray Multithray的package 沒有 它從頭到尾就是 單供的程式 好 但是呢 我們來編制它 編制完全沒有什麼錯誤 之前就是這樣 0100 然後接著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就有 很有趣味的 所以第一個你看 就是 我們來看usefray usefray裡面 大家講話就有一個e了 然後這邊有個cr 這個cr呢 是什麼 就是縮寫呢 這個cr 就是call routine的縮寫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這個call routine 這個co 這個co 表示什麼 有協同 好像那個什麼 corprocessor 就是這樣一個 像intel處理器來講話呢 它有個80 80287 或者80387 這樣的一個corprocessor 就是我有386 80386 以外呢 我有專門在處理數學的 80387 就是 去協同合作 但是call routine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個 韓式原本執行說 方軍call 原本執行的時候呢 他會怎樣 從A到B 然後B 執行完之後 再跟到A 但是呢 我有可能這樣 像剛才看到圖這樣 一直交錯執行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很有趣的技巧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交錯執行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出 類似多工 但是又不用建立執行序 不用作為系統的幫忙 我就可以做到這種程式的交錯 那所以這個技巧呢 好注意到喔 所以你看喔 這個技巧呢 它就是把剛才那個switch case 拿過來用 所以 你要知道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搞懂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東西做個變形 變形什麼 我把這個東西 注意到喔 這段程式把這個變形在哪裡 變形的時候呢 這邊有幾個重點喔 它有個cad0 cad0在哪裡 就像在這裡 cad0接著接什麼 do 注意到喔 cad0接 cad0接 然後呢 這邊 最後的case呢 接一個why 好 然後這個同理呢 這個也是一樣喔 我每一個狀態呢 每一個狀態我就標 我就標它的一個名字 所以這邊有一個技巧是嗎 我只要的 我只要的數值 我就標之後它在第幾行 就在這個c原裡面的一個 變異器 就是變異器會產生的一個 就是 這是pre-penshers會產生的 就是它在第幾行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switch case 重點不是 什麼case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今天有的這個樣的state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在那個程式碼的 來講話呢 好 呃 來講話也是一樣 我就跟你講說我跳到哪裡 所以注意到喔 好 這邊來講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今天的意義在說呢 我今天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我其實是做讓卡牌幫你做出go2 但是go2呢有一個什麼 明確的地址 好 好 那所以你發現一個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就是善用什麼 switch case本質上就是一個go2的包裝 好 然後呢我一直幹嘛 一直在就是我每做一段程式碼就go2 好 好 所以比方說我沒資訊碼這邊程式碼 就go2到哪裡去 go2到另外一邊去 好 好 然後呢這樣的話呢就是 這樣的話就是很有意思 是吧 我就是相對是呢我可以做到什麼 這個程式碼的交錯 那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可以做到程式碼交錯的時候呢 是去比對它的狀態 好 所以說這個狀態是什麼 我這次呢就不做 好 但是以這個來講話我這次不做我去等別人 好 那另外重點是我這次做 好 好 那下次不做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我用這樣的技巧就可以做到go 好 所以反規來說呢 我們在完全沒有contact switch的時候 好 就是 我們講contact switch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這個作業系統來講的話呢 不管是pre-entry 或是non-pre-entry 來講話 我講這個 以pre-entry schedule來講話呢 我也把這個什麼 唉 我也把這個 這個 我當下的這個什麼 當下的這個 暫停性狀態 好 比如說 通通counter啦 我的這個 像暗的話就是R0 R1 R2 R3 這種東西 我把它保存下來 好 所以 它是 它會把它保存在 機體某地方 好 或是由硬體去保存 好 然後之後呢 會有切換 好 但是你跟它正面來講 完全怎樣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切換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勾出來勾不去 所以這個東西很少玩 例如說 在這個 code routine 跟一般的那個 thread 跟一般的function 跟一般的那個 process 很多 就是code routine 跟一般的thread 去比較的 有一個大材質 是有沒有處理什麼 有沒有處理 content switch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 上面這個技巧 實作出一個 我們這個叫做 合作式的多工 也就是說 一跟二呢 只要怎樣 一跟二只要說 我今天不做 我今天 做完某件事之後 坦白講 一二 然後另外一邊就會接替去執行 好 通理 再做這樣的一個實作 好 然後 再來是我們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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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otype it 那在介紹之前 我們來講一個 你說這個東西用在哪裡 這個東西用最多的東西 就是 不是用這個 就是這樣 code件的技巧其實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Pooty 這個 Pooty就是這個 SSH 這個SSH 客戶在城市的Pooty 那作者 這個Simon Simon 他寫了一篇很厲害的 講 Code就很吸 這篇非常經典 就是 就是 他跟你講什麼 他跟你講一件事 你來思考這件事 這個東西叫 R R RongLens Decoding 這個RongLens Decoding在做什麼事情 你會思考這件事 就是 你先來看一下 RongLens Coding RongLens Decoding Decoding 我們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聽起來好像很深奧 但是其實這樣 當然很簡單 好 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原始資料是這樣 17 8 5 4 0 9 7 5 16 0 0 1 0 那在這個 資料處理的過程中 我往往會有很多這種狀況 所以我就把它編滿 所以 這個叫RongLens Decoding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RongLens Decoding不見得會變小 它只是一個編碼 好 然後如果你的資料 會存在一對0的 像這個網路的通訊 你常會有一對0 所以有幾個0 就編滿 所以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有幾個 你看這裡有兩個程式碼 程式碼是嗎 就是取得這個資源 然後呢 看它說 看它說 它是不是 呃 是不是 1 然後 是不是 是不是 負1 那不是的話呢 就是 反正它就是 去看吧 所以下次 就是我去取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邊在講 就是我去 截取 截取資料 那另外一邊是什麼 去分析 那我沒有可能說 一邊截取資料 一邊分析 就是 所以你看 如果說我先把這個資料都截取出來 那 我的時間是什麼 是取得 使用者輸入的時間 再加上分析的時間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一邊取得資料一邊分析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它就把它 改成這樣的程式吧 好 它就是呢 我們要看一下 最終會改成這樣 最終呢 會改成 很有趣的程式 最終改出來的程式呢 是長這樣 那當然很像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程式 就是 一看是這樣 對 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來講話 就是 我還是去處理 就是 一邊是處理輸入 一邊是處理分析資料 但是呢 我這邊好玩就知道什麼呢 我這邊 唯一的差別就是 這邊標一個 CR 一個什麼 CR return 跟fimish 它這邊一樣 CR fim 程式版 原則上跟上面是一樣的 但是它執行的時候呢 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 可以說 我一小段做完的時候 趕快切來分析 然後 所以我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我這邊 我注意到這邊 就有一個CR return 所以我這邊 我只要 一旦做完某件事 我就趕快跳到另外一邊去執行 然後這邊做完的時候 趕快在這邊 一段 CR return的時候呢 就跳到另外一邊去執行 所以可以做到剛才那個交錯 所以在完全沒有什麼 Stainless 講到在完全沒有執行序的程序下 在完全沒有convase的程序的時候 做到什麼 交錯 所以我可以善用什麼時間 因為 使用者從鍵盤出一定是慢 但是我 我一輸入 我就趕快去分析 那我分析做完 趕快就 迎接什麼 等待使用者的輸入 所以這樣的技巧呢 在很多環節都可以用 再來我們來講到 有這個COOTI的作者 有大量用這個詞詞吧 就來欣賞一下 叫做這個SSH-C 所以呢 這個看程式碼 不要用看 千萬不要只是用看的 不然你會覺得很痛 我剛剛不要講到CR CR begin 好 然後再什麼 CR return 好 比方說呢 這個CR return 我每做什麼事情呢 我剛才這邊來講 就是 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就 這邊就有CR return 然後 所以 它 return 有好幾種形式的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wait and kill 像這個 wait and kill 所以它就把CR return把它包裝起來 基本上 這邊在等待的時候 你趕快交錯 其他什麼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去執行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這邊完全沒有建立執行序 這邊的程式碼 完全沒有建立新的執行序 所以基本上它是單功的 但是它讓程式可以交錯去執行 好 然後 這個技巧乍看 比較不直接 然後 再來我們介紹一個 叫Protal Thread 這Protal Thread很好玩 它也是 它目標是在建立執行序 可是呢 它是在什麼 在我所謂叫Stackless 它所謂DBA 第一個 我沒有Counter Switch 我不需要把這個Register 資料 打避到這個State 好 所以我從某個基礎領 還原這個Register 我不需要Counter Switch 然後所以我的非常欺量 然後 而且我在沒有作為系統的協助下 我也可以做到這種交錯 當然 我們這邊講的是交錯 就是所謂系統式的多工 它沒有辦法做到這個 所以沒有辦法做 就是 因為它是A 做為一部分 然後其他B 做一部分再切回來 好 但如果說我今天這個執行的時間 實在太長了 或者說它 要YAR的時候 它另外一邊是 做的執行不到 好 就這樣限制 好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運動 叫PortosRate 所以PortosRate 就讓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它 範例好了 範例呢就是 你只要使用所有 去下載這個PT 就是下載這個條件 然後解開之後呢 你再用這個pd.h 所以你可以去使用這個pd 好 所以它應該選到 就是 用它的Maker 然後就叫pfrate 好 所以它就是這個方學 好 方學呢 要這個去掉 就get 就end 好 然後呢一樣 就是這個位置要tear 好 所以它把那個東西包裝好 所以我當我這邊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就會跳到另外一邊去執行 好 想做事的人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這個程式會執行 但是其他的什麼 read 應該正式的出法是 其他的code 可以繼續 可以繼續做 所以 所以 這樣的技巧 就可以省掉很多 這個 很多不必要的一個 發揮失去 好 但是又可以做到多工 然後你在概念上 你的邊單去做 因為概念上你這邊都好像是這樣 是這個 物群回圈吧 所以概念上那個 但是因為這邊來講 它會檢查 我要再繼續執行 要執行的話 我讓你 我就跳出去 好 所以注意到這樣的 它實際上用在哪裡呢 就是已經用在 像是 macbook decoding 的那個 軟體 然後再 這個 這個一定要解釋一下 這個addon 這個詞 這個很太強大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神本 它是很年輕的 然後但是它的軟體 你可能用過 它做過哪個軟體呢 做過網路的人都知道 這個東西叫macbook id 它用2k就是幹嘛 2k就是做出一個 tcpid state 如果你要更完整的 是叫live id 它就更完整了 它 就是幾k的大小 就可以做出一個 很完整的 tcpid htcpid 然後 接著它這個人 又自幹一個 自幹一個 作型 這個作型也是一樣 很精簡 那裡面就是包含說 它是一個可以上網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 在我們所謂的物聯網 可以用的作型 然後 然後這個人非常年輕 你看到他年紀就知道 這個有時候 也很挫折 整個那麼多軟體 也很年輕 好 然後它的軟體 又非常多人在用 然後 它後來 搞了一家公司 叫做 Theme Square 它就是 去配這些 物聯網 還有一些 這種 這種軟體開發 然後 這裡面呢 它就花了很多時間 寫出很小 很精簡 所以 你可以在裡面 取到很多這種 成立開發技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實作方式 也很有意思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審視法呢 你去下載了之後 你發現 它基本上很單純 全部都是 就是 所以它的實作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 include pp.h 就好了 然後 然後實作來講 它有兩種實作方式 一個是用 switchcasts 就是實作的 剛剛提到 前面講的 這個 前面提到 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 你可以用單純的 實作 另外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 computed go to 我們去進行信息 這個意思 這個 這邊來講 它要跟你講什麼呢 這邊呢 用這個 label 是 value 所以基本上 來講的話呢 它可以 帶來項目上提升 像我還記得前面講過的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有機會帶來 改成20的項目提升 當然要不要去支援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呢 基本上 它就是把那個switchcasts改成go to 好 所以 原本呢 有這個 所以我們先記一下 這邊就是zoom go to 然後這個se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switchcasts的版本 switchcasts的版本呢 就是把那個dub device拿來改 基本上就這個 就有這個switch 好 這個是程式碼最精簡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這邊的switchcasts 好 我們把這個程式碼稍微 稍微那個 稍微改一下 我們把 我們把 程式碼 這個 做一點 做一點 對 好 所以你會發現 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個 你所不知道系列的這個系列 其實我們希望 讓大家知道這個程式開發 有很多關鍵的 那它可以用在很有趣的一點 如果你對這個語言 就是 你的細節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 可以掌握 有非常好的掌握度 然後你可以了解這種 像這種 Live IP SSH 還有這種 程式碼背後 這些經典程式碼背後 它的技巧在哪裡 而且它討論點在哪裡 然後你就不會 你自己的 尼師在這個程式碼 因為 我們在今天來講的話 你說程式碼 我們在今天是沒有怎樣 是只能去 我們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 所以聚能進行碼上 你對語言的認知越多 你就會聊 你就可以 你就有更好掌握 好 這邊看到這個是Switch的版本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 用那個GCC的這個 GCC的這個 GCC的這個 那個 address Nabel address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可以 這個 這個名字 用Switch 搭配剛才那個State 就這樣寫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 可以把它做成這個 波图 然後波图到一個Piece 然後呢 這個State的時候 中文 就是 就是指定的 指定的 指定的位置 好 所以我們在講話 這個一個技巧 所以我們在這個 你可以對照看這個 你手 你手 你手不知道的 西語言跟那個 伺手機 去就講到這些 就是有一個情號 有一個兩個情號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用來什麼 就是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們今天講這個 Switch case 好 講到這個 brick 好 去 go to 本質上不是相似的東西 就是這樣 用一個語法上的調整 然後呢 我們能夠善要在語法上的調整的話呢 善要在語法上的調整的話呢 善要在語法上的機制 你可以做出一個組合 所以 比方這個實際上去扣語聽 在完全沒有做出來的 你接受一下 可以做出這樣的機制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思維 就這樣 更高階 所以還記得 剛剛那個評論這樣 你可以去思考 記得 我今天用這樣的扣語聽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思考 我一邊的輸入 等待實用的輸入 一般一邊做出力 它本來的程式碼是交錯 但是又可以把它封裝起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 我今天學的不是什麼奇蹟影響 而是讓我的思維可以去提升 你可以去想 我又可以兼顧效果 又可以把這個東西把封裝起來 這個東西很重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這個在任意平台都可以適用 好 那 今天的這個狀況 今天比較累一點 所以講得比較不好 請大家多包涵 所以我們就大概提到這裡 那之後呢 我會再做一些相關的補充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大家晚安 拜拜